今天是我第五年来到台东种树 我的话是今年是第一次 Initree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品牌 那其实我们除了种树之外 在环保上面比如说空瓶回收 或是之前环保手帕等等的活动 我们希望可以在社会上给一些回馈 我们跟公司合作的植树已经算是第六年了 台东的这个沙漢的地形 就是每年会受台风灾害的侵蚀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植树造林 可以建立一个天然的屏障 因为是我第一次参与 然后我也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在这样子爱航经的品牌 然后参与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很自豪 在台湾的话 我们第一年是种了一万棵 然后后来的几年每年都是有种五千棵树 去看一下可能去年或前年种的树 那每次过去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就是会惊呼 就居然已经长这么高了 就看到就觉得好像孩子在长大这样 就看得很开心 看到第一年种树的地方的树苗 都已经长得超过我们的身高 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其实如果明年还有机会的话 一定会想要参加 然后也很希望是 全部办公室的同事都一起去 最后其实也很希望就是可以传递 守护环境的心情给所有的人 希望我们就帮整个台湾的海岸种树 希望这个活动可以持续下去 然后未来希望可以到绿岛去种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训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iberation